做一個腿部的一個側抬 但是這個動作來講的話 要請大家注意的是 當你側抬的時候 腰部並沒有任何力量 所以其實角度並不追求要這麼大 重點是腰並沒有任何負擔 那我們用一個圖示來告訴大家說 假胯寬還有正常的身形 它們之間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在圖片的這一邊來講的話 是一個正常身形的所呈現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說 懷關節、膝關節到髖關節 它的立線是呈現一直線的 身形上也是非常的均勻 那如果是假胯寬 它在下肢的關節來講的話 它的立線就不是對齊成一個直線 在膝關節的部分會有一個內旋 髖關節的部分會非常的突出 而且在大腿跟部的部分會特別的寬 那以這樣子的身形來講的話 就很容易看起來是五五身 因為原本屁股的位置 好像被拖累到大腿跟部 所以你整個身形是下垂的 所以看起來比例就沒有那麼漂亮了 那再來我們有講到說 假胯寬會影響到身形 會呈現出來什麼樣的視覺效果呢 女生來講的話 我們喜歡用一些物體來比喻身材的話 有蘋果型 也就是中央型肥胖 再來是梨形身材 也就是下半身比較寬大 再來是大家都夢想的沙漏型的身材 還有的人可能就比較沒有腰身 所以看起來是比較直直的 像美麗包子 在假胯寬的部分來講的話比較容易呈現的是一個 梨形身材的部分 所以下半身就看起來就比較寬大 沉重 整個比例都往下拖了 非常可惜 即使你有170公分 可能也都不如一個 160公分 又有假胯寬問題的一個女生 我們剛剛提到說 梨形身材對不對 那有的人梨形身材他覺得說他下半身比較寬大 是不是馬鞍肉這邊造成的 所以他可能會去做一些抽脂的手術 如果你假胯寬的原因並沒有去找出來 沒有因為這樣子去調整一些你的姿勢的問題 做一些適當的一些運動 你即使抽脂之後 還是很有可能再造成說這邊脂肪的累積 還有在視覺上依然停留在說大腿跟部是特別寬大的一個視覺效果 在亞洲人來講的話 其實比例上的確是會比西方人多 之前有個統計 大約有8成左右的亞洲女生都有面臨這樣子的問題 那有可能說 亞洲人他們觀念會覺得 像日本人帶給我們的影響很大 會覺得說那一巴的一個姿勢 是比較可愛的 比較溫順的感覺 再來就是說 有的人小時候 喜歡用W型腿的坐姿 那這些來講的話 都有可能造成說 假胯寬的一個形成 再來來講的話 現在上班族都需要久坐 那久坐的時候 坐久了 我們可能就會開始想要動一動扭一扭 那有的人就開始翹腳了 翹腳也是一個形成假胯寬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喔 這些壞習慣累積久了 就會形成這樣子後天的一個假胯寬 如果是單純屁股大 它可能在比較寬大的地方 應該是在上臀到中臀這一帶 那如果是假胯寬 會發現說 它的最寬大的地方 卻是在已經到大腿根部的一個位置了 如果是假胯寬的部分來講的話 最寬大的部分 剛剛有說到 的確會是在大腿根部的地方 會是最粗大的 屁股大的人來講的話 身形來講的話是很順的 它可能的確是屁股很有肉 可是它整體的線條 卻不會累積在 在大腿根部的地方是最寬大 最粗 最胖的一個地方 所以在身形上來講的話 雖然屁股大 可是它的身形 可能比例上還是是不錯的 但假胯寬來講的話 就會整個拖寬的一個比例 坦白說缺乏運動的人呢 可能屁股是比較下垂的一個情況下來講 那的確有時候跟假胯寬 會比較難以區分 不過大致上我們還是可以觀察到 假胯寬最寬的部分 在大腿根部 最重要的來講的話就不要翹腳了 再來就是說 自己家裡的小朋友 有一些W型的坐姿來講的話 一定要提醒小朋友說 不要再用這樣子的姿勢坐著 不斷的提醒是有辦法改變的 我們用膝蓋向正前方的方式去走路 然後不要有一些內巴的站姿 坐姿 甚至是走路的一個情形 那都可以就是使得說 胖關節內旋的一個狀況 不會這樣子慢慢累積出來假胯寬 假胯寬來講的話 最多的部分就是大腿根部 所以我們要飲餓養散嘛 那我們會建議說 比較是A字型順下來的寬褲 或者是A字群 可以稍微修飾到你大腿根部 最粗最寬的一個位置 那再來材質上 我會建議選擇比較硬挺的材質 但是不要太薄太合身 太貼腿型的可能都會形成說 你的假胯寬視覺上更明顯了 現在吃飯的動作是經典橋式 可以找一個瑜伽球 或者是矮一點的板凳 但是一定要穩 OK 把自己就是身體放在瑜伽球上 或椅子上 腰部是離開懸空的 那這個時候大腿要麻煩大家 稍微打開一些些 比肩膀還要寬的位置 然後再來就是把屁股頂起來 頂起來的時候 其實你的腹部是用力往內縮 骨盆一個後勤的姿勢 頂到底以後才慢慢下來 下來覺得屁股的張力已經稍微不見的時候 就立刻再頂起來反覆這樣子 所以一定要後勤到底喔 連續這樣子會建議說15下 如果一開始覺得說會不舒服太累了 那這樣子我會建議減低到至少也是要10下 建議足夠的組數來到三組 中間可以休息大約15秒 第二個動作來講的話 也會訓練到我們的臀中肌的部分 大家比較常見的其實是像這樣子 美人魚試之後做一個腿部的一個側抬 但是這個動作請大家注意的是 當你側抬的時候 腰部並沒有任何力量 所以其實角度並不追求要這麼大 像我做到這麼大的時候 其實已經用到擠壓到腰部的一個部分 會造成腰部的不舒服 所以這一點來講的話 請大家記得角度其實不求多大 重點是腰並沒有任何負擔 那另外變化式來講的話 可以做個磅殼式 磅殼式比較不好看 但是它對於臀中肌的刺激是很強的喔 簡單來說就是把胯打開來最底 合起來 打開 合起來 這樣子一組 不管是第一種經典的側抬 還是一個變化的磅殼式 都會建議說 主數來到三組 一組 十五下 那一樣 開始如果有其他不是屁股的部分 有開始有痠痛 覺得說承受不住的話 也建議說至少要十下喔 第三個動作 請你把上面的腳跨到前方來 然後放下來 大約呈現柔勢度的一個姿勢 然後再來下面的這一隻腳 做一個往上抬的動作 一樣角度其實不追求要抬得多高 因為抬到高的時候 有的時候已經出現一些 代償的一些肌肉表現了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就是 你覺得收縮到緊 抬到最底 但是沒有任何 比如說腰部啊 腫肩啊 這些動作 就可以繼續再做 一樣會建議 十五下 回一組 然後一天 盡量來到三組 那如果體力沒有辦法做到十五下的話 也建議一次至少要十下喔 鈴鐺要再次回來 那所以一次後 所以小鈴鐺的時候也要再次回來 OK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按喜歡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